都什么时候了,怎么还在睡觉,等等,这里不会是他要布置的作业吧,既然如此,那我就提前给他烧了,让他找不到作业,这样我就不用写了,虽然我从来没写过,再送他两个大宝贝,等会他一定特别感激我。 好家伙,直接上天了,免费送他乘坐下一趟飞机,从这上去,上面有我的陷阱。 这只鸡的作用想必不用多说了吧,再用石头把缺口堵上,这下子他想上都上不来了。 是谁,谁把我的房子炸了,八成又是白小羊干的好事,他应该从加速通道跑了,这就上去追他。 还好,我反应及时,看到这只鸡,我就想起一个输中分的男人,所以还是把他宰了。 我丢,班长马上就来了,左边的弹簧是个陷阱,中间的也不能走,平台上面有玉米加农炮,右边的弹簧才能通往密室。 门后面就是。 没猜错的话,他应该就在上面了,怎么只有三个弹簧?等等,左边的弹簧上面有个平台,看来是这个。 不管了,一个一个的事,我就不信找。 不玩了,该换个地方了,煤炭矿是假的,下面有岩浆,只要碰到开关,就会出现两个小白,这地方一看就是个陷阱,但是后面的沙发也是陷阱,真正的密道就在岩浆下面。 是宇文书下去,躲在这里,他肯定想不到,先玩会游戏。 那就只有,这最后一个了,有个门,进去看看。 又是煤炭矿,下面肯定有陷阱,他小子最喜欢搞这些东西了,先用飞天神爪去对面,这墙上有个开关,先拉一下。 那就肯定在这个拐角,没猜错的话,这下面肯定有陷阱,那个沙发下面,应该就是小子的密室了,这次你可逃不出我的手。 去你丫头! 就凭你们还想打我,真是不自量力,可恶,得想个方法上去,把旁边的石头挖了垫脚用,等我找到他了,一定让他写十经作业,而且还要把课本抄一百遍,不然真是难解我的心头之恨。 不过,他小子到底跑哪去了? 找不到了吧? 丰收了,丰收了,此情此景,我只想用一首歌表达我的心情。 我注下一个种子,终于长出了过世,今天是个伟大日子。 什么人,竟敢偷我的水稻,我劝你最好自己出来,别逼我动手。 班长,怎么是你? 好啊,你小子打我是吧? 我以为是贼来了呢? 你觉得,我会看上你这点东西吗?我只不过来摘一点回家做饭。 那你这不还是贼吗?敢偷我东西是吧?看你后面,那是稻草人,这可不怪我啊,我可没有动手,都是他干的好事。 啊,对对对! 还是先回房子里吧,那里面有陷阱,我觉得比较安全,这是我的后花园,加速方块和开关都是陷阱。 老王,你怎么在我的密室里? 白小杨,这真是能给我吗? 原来你想要钻石啊,那就给你吧,不过你要自己想办法把他们拿走。 这还不简单吗? 他还不知道班长就要追过来了,不管他,我先躲起来,去前面那个压力板的前面,这是我为了以防万一做的。 班长下来了,我就后退一步。 你别跑,这就是欺负我的下场,先多拿一点水稻,等会就能回家做饭吃了。 差不多了,目前的任务,还是要把小子抓住,毕竟,他也动手打了我,是魔方,全给他收了。 不好好学习,就知道玩乱七八糟的,我看到开关了,他肯定在里面。 先从这个下去,一个都不放过。 在我面前还敢跳,去这个沙发下面看看。 老王,你过来问你个事。 你干嘛? 别想抢我的钻石。 这不叫抢,这叫光明重大的拿。 原来这下面还有个沙发,没猜错的话,他肯定在下面。 只剩下这个开关了。 哦,还好我看了一眼,不然就掉陷阱里了。 给你们教学一波,看好了。 怎么样,是不是非常厉害? 去自排后。 鬼! 还好我反应及时,不然,就中了他小子的诡计了。 看来他应该就在前面,先观察一下。 看样子,是没有陷阱。 我去。 怎么还不掉下去? 做梦都想不到,来时候好好,回不去了。 这里还有个洞,奇怪了,之前怎么没发现? 是谁? 没想到你现在才来。 什么意思? 你是在等我吗? 个老六,我真的服了。 本来就是在等你,看你还敢不敢再当贼了。 前面就是出去的路,不说了,先回家。 终于完工了,我可是画了三天,这小萌娜丽莎还挺难画的,我的画笔都用完一个了。 白小杨,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?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? 看我新买的蹦床好不好玩,想不想玩,就不给你玩。 呵呵,有本事你别下来,这大惊喜是我给你准备的。 时间刚刚好,不说了,赶快躲我的密室里去。 这两个行天铠甲是我的保镖,门后面是我的密室,就在这下面,先下去,再搭个石头,把开关关上。 这样他找过来就还需要一些时间,趁这个时间,把陷阱布置一下,希望这能让他好好的泡个澡。 这两个太阳花是我故意留的,特意把他们的伤害调低了,就是为了吓吓他。 先把他的话给他没收了,这就是拿炸药捅炸我的下场。 刚才看到他往这个方向跑了,怎么是行天铠甲? 你在干什么?谁让你进来的?滚出去。 我是给你点啊! 啊? 金刚不坏之声,不管他,床头这里缺了个洞。 啊。 原来是个假人,他肯定就在这里面了,那里有个开关,拉一下,是岩胶。 还好,我提前刹车了。 给你们教学一波。 简简单单,没猜错的话,就在自排后面了。 去你妈的! 这点攻击,不痛不痒的,还真以为,我好欺负啊。 先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陷阱,应该是。 不完了,该走了。 这地方有一个沙发,下面是毁灭菇,那两个钻石也是陷阱,不给他一点甜头他怎么能中计呢? 下面这群僵尸是个诱饵。 这个应该是假方块,他肯定在这个里面,我看到一个沙发。 等等,先看看旁边的门后面有什么,是钻石,先收走。 看样子是安全的,应该没有陷阱了。 什么情况,怎么来这了? 算了,既来之则安之,去前面看看。 你干嘛! 小子肯定在这个沙发下面。 刚才,就应该去沙发下面了。 收拾电脑快走,下面那个通道是假的,里面是熔岩巨人,左边有假方块,可以过来。 刚才怎么没发现,还有个压力板。 有秃头僵尸,先消灭了再说。 那个通道应该就是小子的后路了,不过还是被我发现了。 哈喽? 哦! 都什么时候了,还在睡觉,今天必须好好检查一下他的作业。 要是没写,我可不... 什么后面? 你在抖着什么? 你在抖着什么? 去! 就你们俩还敢嘲讽我,怎么有一个沙发? 不会是小子的藏宝室吧? 果然有钻石,给他拿走,一个也不给他留。 刚才是什么声音? 不会是有人掉进我的陷阱里了吧? 一猜就是班长来了,刚好这里也是一个陷阱,就等着他进去呢。 脚滑,先上去。 这两个行天铠甲中间的位置就是密室入口,他们可是我最信任的人。 这两个识人花都是假的,用来吓唬班长的。 也只有他小子会在门口放陷阱了,人呢? 怎么不见了? 不会从这跑了吧?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 大白天的 去! 你娘的! 怎么那么多讨人厌的僵尸? 那个开关应该就是密室开关了。 果然在这里,看你还能跑哪里去。 就你还想针对我,他应该就在沙发下面了。 不玩了,这有点危险了,这个门后面都是我给班长留的,矿石下面可都是陷阱,我的密室就在旁边,躲在这里他肯定想不到。 这两个行天铠甲,肯定不对劲。 喂,不问你们话呢? 怎么不说话? 好啊,原来是两个假的。 去! 你娘的! 还敢把后背留给我,真是不值死活。 这个矿石不对劲,应该是假的。 好啊,还给我留了岩浆。 不过这点小伎俩可难不倒我。 接下来,就看我表演吧。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! 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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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题不大,去自... 去你娘的! 现在,已经没有人能伤我了。 这俩稻草人,是干嘛的? 你们不会想拦着我吧? 我劝你们,快点给我让开。 不然,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好啊,这可是你们逼我的。 真是活该,还敢拦我的路。 他小子,应该就在下面了。 臭小子,你别玩了。 你找我干什么,不会是又想抢我的电脑吧? 怎么可能? 这次是想跟你借一个东西。 是这样的,我发明了一个涌动机,现在,只缺一个新能快了。 你的意思是想要我这一个呗。 只是暂时的借用一下。 行,不过我有一个要求,必须带我看看你的涌动机。 前面那就是,你把新能快放下中间就能启动了。 真不错啊。 那当然了,我可不像你似的。 我怎么了,没惹你吧? 就你,跟个废物似的。 竟敢看不起我,先把他这得意的涌动机拆了,让你天天在我面前嘚瑟。 这下你可没有嘚瑟的资本了,把这边的也拆了,一点机会都不给他留。 差不多了,现在该去躲起来了,不然他就回来了。 从这个沙发跳下去,这个密室还比较安全,里面有很多机关,这个沙发就不能下去,加速通道里面也有怪物。 前面那里还有一个开关,自排后面是两个菜吻,他们可是我最得意的拳击手,拐角这里比较隐蔽,他肯定发现不了我。 我丢,我的涌动机,可恶,这都是他小子干的好事。 奶奶的,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 前面房间有他的名字,他肯定就在里面,床头好像有东西,看来就在沙发下面了。 那里发着光,这附近也没有假方块,看来他在发光的地方。 好大的密室,先下去看看。 这个沙发,很不对劲,下去。 你干嘛? 真是讨厌的家伙,应该在这下面。 看来,就在这个加速通道里面了。 那个开关有问题,拉一下,原来后面有自排,他小子肯定躲进去了。 不完了,班长马上就过来了。 前面还有很多陷阱,这个钻石就不能碰。 这还有一个开关,密到尽头是一个分叉口,但是哪一边都是错误的,里面都被我布置了陷阱。 最里面的按钮更是不能碰,这可是我特意给班长留的惊喜,肯定能吓他一跳。 密室就在这里,用石头堵上就发现不了我了。 就墙上还有一个开关,看来这就是他的密室了,我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 有两条路,男左女右,我先去左边。 去你娘的! 他们中间的沙发,应该就是密室了。 啊! 哦! 呸! 对吧! 什么问题! 啊! 就是我扩上来我们了解关系的组织。 我该来不过那位置啊! 怎么办呀?